大家好 今集就等我一條冷跟大家吹吹水 就來大家家有垃圾那些 麻煩你吊就吊吧 不要有囤蜜症呀 草蜜痞呀 雖然沒有老鼠沒有蟑螂 但是可能香港的 我是窮啦 幾百呎 三百多呎 你們那些 五百呎六百呎七百呎 其實都不太見實 尤其是有很多 我根本是超過一年不穿的那些衣服 真是丟掉了 你說你在加拿大呀 在外國呀那些 喂 閒閒地 是不是 到那間房 那間房 不要那間房 那間房 比我整間房 那你就慢慢存吧 存飽了 是不是 就是奉勸各位 四月一號之前 麻煩你吊就吊了 為什麼 因為要蒸垃圾灰 殺到埋身 最高罰款五百呎 我也挺好笑 我就三年沒有加過薪金 在這間公司 除了第一年 他加了三百元給我 我就已經沒有加薪金 我不知道大家加了多少 我就是知道那些飲品 說那些紙包飲品 在七仔那些 本來是 七元六元七元 那些什麼維他奶 合裝維他奶 現在已經去到九元 九個半 看看你在哪區的七仔 有時候我覺得 很難會說 為什麼那些香港人 港豬 不是港豬澳 港豬 每個人回大陸 搶那些什麼山姆 Costco 不是我們想搶啊大哥 路難走啊 你人工又不加 物價又騰貴 是不是 死貴死貴 之前跟的士佬聊天 每個人都說 現在還哪有人呢 最多人那一陣子 最多人那一天 不是走來 十月三十月一號 一砰砰砰 放兩個煙花 但是那個煙花 你跟別人澳門的煙花折比 簡直真是拿不出台面啊 但是 大陸人來到 根本就不想停留 別人看完煙花都走啦 你在香港有什麼可以吸引到人呢 東西又貴 東西又難吃 沒得選 除了大家樂 美心 淡仔三哥 我想問問還有什麼好東西吃 三宋飯 三宋飯是不是拿來招呼一些外國遊客呢 真的呀 我那天買三宋飯 我見到有一個 她的樣子是Chinese 但是她是不會說廣東話的 應該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啦 她就說英文啦 那她呢 就說一隻Goose 她想要一隻Goose 是不是這樣讀呀 應該是啦 那老闆呢 就說是不是要啞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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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垃圾蒸費呢 我不知道她會不會殺停啦 但是我只是會 一開始不知道會罰錢啦 你說如果會罰的 你想想會有多少婆子呢 走去拿些垃圾吊在街邊啦 晚上半夜三更吊在樓下的後行啦 又特地拿些垃圾回公司才來吊啦 我只知道 科斯都有很多這些Case 如果不是你說 丟多一點 又要罰我幾個水 是不是 又要買你的什麼垃圾袋 逐個逐個算 婆仔那些 有什麼可能你作叔 算得過那些婆仔呢 即是奉勸各位呢 我都不斷叫我奶奶呀 親戚呀朋友呀那些 吊掉了去啦 麻煩你 你做女兒的時候 買那雙這樣的布 你現在六十多就來七十啦 你還不丟嗎 我怕你一走出街呢 你的門口還沒到 你已經掉底了 我試過的 我媽媽那時候 很搞笑 小時候 十幾歲 她說不知道誰給她 那一雙波鞋二手的 她是給我穿的 那我就穿了 有什麼所謂 我現在都會在Carol 經常買二手東西啦 那一穿呢 我一走出門口 我還沒落樓梯 那時候還是走樓梯落樓的 沒有升降機的 小時候那時候 那一走 我還沒走到樓梯 就已經掉底了 哈哈笑了 是離開了 整個人 你的腳是 Doremi 三層 所以有時候 你放了太久 根本你是這一輩子 都不會再用的了 諸道有那些皮褲 我真是麻煩啦 你之前 形inway的時候 就穿了 是不是 你胖了 胖了 又或者你不保持那一陣子 你就不會穿了 你不要 儲這麼多 囤蜜痞 那好吧 廢話說完啦 我們就懷疑這個 沉痛的 哀痛的心情 就說一下這件事 喂真是 香港的法例 不只是交通法例 法規落後 是很多的法律 都是比較落後的 大陸都是 香港亦不見得好 灣仔發生嚴重的車禍 導致兩人死亡 警方就初步調查 以這個涉嫌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死亡 這條罪 真是輕過油蕩 輕過朱斯拉不穿衣 在彌敦道裏跑 我想我可以刑罰 和這個撞死人的女司機 差不多而已 禮手又保釋了 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 令自己的過失 令到另一個人 多過一個人死亡 是這麼輕巧的一件事 可以這麼輕輕地放下 喂 這是什麼命 大哥 那女司機 他就說 報稱 左手和胸口受傷 你胸口受傷 是不是給那個安全帶 勒勒勒 救護車 就送了這個傷者和死者 立刻去 律敦治醫院 初步治療之後 再轉送去 這個東區醫院留意 意外 兩名乘客 一男一女 送院後 就不止了 那男乘客 就被人爆了出來 就說是整容外科名醫的何惠生 我也有看過香港的整容科醫生 我就覺得他們經驗不足 還有他們比較保守 有很多什麼削骨、龍胸 龍胸我是諮詢過 但我沒有做過 削骨、埋線、雙眼皮 我也覺得他們做得不夠好 我寧願去韓國或台灣 女乘客47歲 女乘客是內地的女士 那我就不明白 一開始我就覺得 是哪個衝燈 其中 一開始兩個都說沒有 巴士司機又說沒有 然後的士司機 那些人就說是TB T不TB 就不是這個案件本身 要雙確的位置 不TB都有很多盲無司機 我相信他 這樣的駕駛態度 也不會因為他是TB 而令到他救衝 所以這宗案件 我認為唯一有片有真相 果然很快就有車鏡 警方就有車鏡 再流出給這個報紙 很明顯 我認為成巴司機哥哥 安全駕駛駛長久 這個司機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看完這條片 大家就不知道有什麼判斷 我就覺得他是想撞花槽 我就不覺得他是想撞成巴 我亦不覺得他是想衝燈尾 因為他根本上 你成巴還沒去到那個位置 他都是100%撞花槽 怎麼看 找那些HKU的物理教授 走來做實驗 他那個速度和方向 都不會衝得過那個燈 都不會衝得成功過到對面 很明顯他要麼撞車 要麼撞花槽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所以又是愛夫堅 不知道他是 不是 但他被人周到的時候 拍了那張照片 坐在路邊馬路位的時候 他被人拍的是穿波鞋 他不是那些愛夫堅 穿人事拖的士司機 那你說9點多 他是不是趕下班 又不是啊 又不是交更位 那星期日晚 晚上9點半 你說趕下班 我也不覺得 你除非你是自己很急 內急 又或者約假走假 暫時見到報道 又不是這樣的情況 唉 真的見到這些新聞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有些人說 內地旅乘客 嚇死異鄉 我相信 他跟這個 這麼出名的整容外科 名醫 何維新一起 搭這個的士 我不覺得他是遊客 你說 如果我是客 他是醫生 他整容完容 都不會跟我同一輛的士走 那47歲 和59歲 又是那些 年輕少艾 和中年成熟穩重男 究竟有什麼關係 我們就不方便揣測 死者意義 只能夠說 痛失了香港 這麼出名的整容外科醫生 有很多同行 就說他很nice 很細心 內地有一宗 又是麻醉科的醫生 很努力去經營自己的抖音頻道 每一天都會上傳一些片 去介紹自己 去解釋 如何去麻醉 各樣 即是給科普和網友 科普自己麻醉科的小常識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過勞 撤死 明明昨天還在出新片 今天又突然撤死了 所以我們還沒死 都不知道是幸運 不幸運 我就覺得我自己沒什麼運 買六合菜 雖然買得很重 買兩柱 但還是不中 不知為什麼 可能我命犯天殺孤星 那就好 這件事 我覺得真的要改例 23條的國安法 你就出爐 這些不重要嗎 國安法你覺得很重要 當然重要 如果不重要 我真的過不了羅湖橋 過不了深圳關口 你說這些 我撞死了人 我可能我衝燈 或者我趕著下班 我令到乘客死了 又或者我一下子撞過去 巴士上突然間心機梗塞 又或者撞下來 二樓走下來撞死了 誰都好 令到他人死亡 我不是應該犯一個更加重的刑事罪行 起碼你都中心停牌 是基本步 還要在爭辯 哇 禮個手 可能晚上那餐都沒吃 就已經可以保釋到 不是那麼兒戲 真的 真的 另外 有很多內地人 走來香港玩 香港人走上北上 交換溫柔 另外這宗 我就覺得 我有問過豬隊友 我說發生在我們身上會怎麼辦 石澳 石澳的昨天 較早前發生羽匿的慘案 一開始我心想石澳泳灘 我也去過 我只看到很多人在兜售的那些,租不租姐呀?租不租姐呀? 租租太陽傘,豬隊友說不租呀不租呀,貴呀,好像兩塊幾歲,好像租過一次 然後所有東西都要計算錢,山灘籍錢,那張椅子錢,網紅IG那些打卡水泡也要錢 一開始我以為是石澳榮炭,但原來不是,兩名一日遊的內地男女遊客,路撞身路海 兩個死者是子弟關係,事發時跟另一個兄長,一行六人在海邊打卡,拍照 有些人說,小紅書何時變成兇手?小紅書說這裡是景點,例如旺角的天橋,油麻地警署 不知道哪裡有個球場,全部都是打卡熱點 不知道是不是小紅書的宣傳,那個位置成為打卡的網紅景點 女死者被案發時看到的遊客,不是遊客,那裡是走過路過的堂邊學 跟記者接受訪問時說,是呀是呀,他站的位置很遠 女死者被大浪捲走,兩名兄長跳海營救,同樣不敵路海最終兩死一傷,落極生秘 即是說,兩個跳下去救人的就是一個五十七歲和六十一歲的哥哥 死者本身被捲到海的就是五十七歲,他有個女兒,同行有二十九和二十七,兩個女兒 還有二十八歲的女親友,全部都是內地人,本身打算一天遊 全部都有香港身份證,那我就不知了,為什麼有香港身份證 但是又是彩虹村,又是內地人,真是內地人這麼多有香港公屋的嗎? 那這個也不是這個重點,我也不想搞錯這個Focus 那三個人,全部走到這個大頭洲的時候,這些是掌門人的遊戲 大賓州,大頭洲,綠鴨州,鴨市州,誰是假的,誰是真的 原來是大頭洲,大頭洲是真的,不要記錯,各位 那三個人就在岸邊打卡的時候,這個婦人突然間被人捲入海 那兩個女兒就目睹之後,肉夠無重,只能夠高聲呼叫 最後只有六十一歲的兄長可以自己爬上岸 另外兩個,直到附近船家協助,趕到來,和水景到場的時候救起,已經是反雲罰術了 那我就問阿朱隊友,之前他也有一些親戚,很親,不要說親戚,他哥哥 他哥哥和他的未來大嫂,打算去泰國旅行 那我就問他,我說,阿隊友,阿隊友,以你一家骨格蒸奇 還有這麼嬌人的智力和體力,我想請問,如果你那個大哥給這個KK園區 大家不要以為不關泰國事,泰國的KK園區和緬甸柬埔寨是一何之隔 還有人家那個是有些,那些叫什麼東西,之前在大陸我們 我不知道大家,台灣也有的,我在台灣台南那時候,有坐過的那些船 是一輛車,撲撲車,有四個輪子的撲撲車,開進去那個船 船坡,是不是船坡,即是中間有一個很大的area 但是那個area,是一隻船來的,是可以動的,它可以裝很多的車 而全部車,ready,駛進去之後,它就會駛過對面,不是很遠的 大概可能50米左右,那條河是很近的 那麽緬甸,KK園區和泰國那個位,就是只有這麼多 那些人是可以一輛車,駛進去之後,是將車平行時空而去對岸 即是不要以為泰國現在是非常之安全 那我就問隊友,如果你大哥被人綁架了之後,要你付錢 那你會不會付?那豬隊友當然是那些 小死以為自己補到命,但是真是實屬 的說法,那當然不會了,我都沒有錢 那如果你沒有錢,你媽媽叫我給呢?那當然我都沒有 那多他一點點 那豬隊友說,不會了,當然不會了 那如果他跪下求你付錢,說求求你吧 真的有些媽媽和爸爸會做這種事情 大家不要覺得開玩笑 有些媽媽跪下,叫兒子幫爸爸還百多萬的賭博,那些黑社會來追,不是十字,是紅字,整個屋邨鐵閘都是紅字, 媽媽叫你,給吧幫一下,爸爸最後這次了,最後這次了,給完又是有下次浪費了, 有些就說,哎呀,真的,求求你,你幫一下大哥,大哥買樓才可以跟小朋友結了婚,生了小朋友,才有地方住的,現在只是欠那幾十萬而已,求求你,不是說同一個人,求求你,求求你,幫忙,一世人兩兄妹,有這樣的個案, 那我就跟阿朱又說,我醜話說在前,我已經說了,泰國呢,我覺得很危險,如果你阿哥呢,繼續一定要堅持去,那如果出了什麼事呢,我就一定不會幫的,不要說我良博了,那最後沒事回來,那他大命了, 只不過是,我是,我是很喜歡打開口牌,那不說我都說了,我知道大家都,有些就覺得,哇,阿朱,朱斯拉會不會overreact了啊,之前那條片,那不說都說了,我呢,就是一個很喜歡,有什麼都說清,說錯, 還有不喜歡做假的人,整容我是喜歡,但是做假我不喜歡,一開始我認識G隊友的時候,那當然大家都不,你說是不是Ready to in a relationship呢,那都不Ready,看觀點面角度,我是一開始是Ready的,都想的,那當然是之前那段結束得不太開心,那就想著,那立刻認識一個,我是喜歡平報過冬的,我是不喜歡,哎,我要自己spank買啊,很down啊, 我要收買自己哭啊,那因為我之前都試過一段這樣的關係都不健康,那我就認識了G隊友啦,當然是在那些Dating Apps,約炮Apps都認識,那一約了之後呢,我就感覺到G隊友呢,整個精氣神呢,他不Ready in a relationship的,那我就跟他說,喂,不如開放性關係啦,那做sp啦,那他說,哎呀,不做sp,不做sp,我不是那些人來的,那最後,那我當然都抱歉, 抱著一個不sp的角度,跟他交往啦,那最後又是一個月後給我發現,他帶女兒回家,搏東西,還要不過夜,是嗎,搏完東西,叫人走啦,那問題是,我,你靜隱旅遊,我第一次買禮物,送給對方的家人,買燕窩,哇,真是千多元一箱那些,那些, 那些燕窩呢,那我也覺得很肉赤的嘛,我自己都不會吃啦,我媽都沒買過啦,因為我買過一次給,買過一次給我媽媽,我媽是放到過期,她都不吃,哇,喂,大哥,你不要那麼浪費我的錢啦,大哥,她不捨得吃,我呢,就,就是趁她不為意,我當然扔她啦,難道叫她說,喂,快點吃啦,過期都快點吃啦,那就好了,言歸正傳, 那我的角度呢,我覺得,喂,我在你家,抱了頭,你媽生日,我又送了禮,怎麼看我都是,啊,正癮啦,是吧,女朋友,那然後呢,原來不是的,人家是可以帶女兒回家,搏東西,還要是,她是跟她媽媽,跟她爸爸,跟她哥哥一起住的那時候,那時候,那時候,我不明白啦,就是說,喂,不要過去的,不要再說啦,是不是,說了又影響大家關係,那當然,我當然是覺得,她家人不會先聽我go up先啦,go up channel啦, 我就是覺得,就是,有很多呢,覺得我overreact的男性同胞呢,其實你們都想一下,女人不會突然間呢,我見到一條蛇,我不會,啊,好痛啊,好痛啊,牠咬我啊,不會這樣的嘛,我第一天行山,我見到一隻野豬,我都不覺得牠會衝過來的,是事後的人跟我說,瘋了嗎你,你看到一隻野豬,當然是,面向牠,然後慢慢向後退,裝了,哇,好chill啊,在看山景,風景啊,慢慢離開啦, 那時候我就覺得,喂,我又沒有搞牠,牠又沒有搞我,我就繼續走啦,我又不覺得很害怕喔,因為我沒有被牠攻擊過嘛,那為什麼我們那些女人那麼瘋,那麼喪,還有好像瘋狗咬著,不放呢,就是因為我們痛過啦,還有我知道有多痛啦,那就好了,為什麼我說牠,都不是第一回合啦,那這個已經是被我捉到的第一回合啦,那後來她當然說,哎呀,不是呀,不是呀,哎呀,沒有呀,沒有呀,那,喂,男人,是不是, 是不是,還要為什麼我周到正呢,我是,我是,我一向,就是,骨格蒸奇啦,我當然是約那女兒出來見面啦,我跟她說,說什麼呢,是不是,我跟她打電話,聊聊聊,聊完一輪,我說,喂,出來見一下,大家聊一下,你又覺得你很愛她啦,我就覺得,哎呀,這條仔都不錯啦,那就聊一下啦,那這個是第一啦,那第二次啦,那這件事呢,我覺得,不知道大家呢,男性同胞啦,是不是,又姑姑那些啦,你們留下言啦,看看你又會不會覺得我overreact了, 還是覺得我家教甚嚴啦,那有一個女生,那有一個女生,那,朱隊友一向呢,她就是一個很喜歡show off啦,很喜歡別人稱讚她啦,無論是mentally,還是phesically,她都很喜歡,令到別人去覺得,哇,我好正啊,是嗎,平時她是喜歡穿皮褲啊,穿哈利啊,健身啊,那她是要人稱讚的,要number one的,那我就一向都是,怎麼來,怎麼勾,怎麼來,怎麼方便,怎麼來,喂,她哥現在呢,在計劃結婚, 去the one,啦,即不說又說,不吹又吹啦,你整天說自己沒有錢,你連買居屋的錢都沒有,然後你要去the one擺酒?我不明白啊,大家明白我說什麼嗎?衝給誰看?我,即是,為什麼我的happiness,我的幸福度,要人家給credit我呢?那,我和朱隊友是沒有擺酒,沒有拍結婚照,她還要拿個什麼東西來求婚呢? 她買,我不知道她在哪裡偷回來啊,還是在人家那些花園街街邊呢,那些白看檔,然後還沒睡醒,不好覺的那些呢,偷回來的,我剛剛覺得,是一個手掌,一半的手掌這麼小的一個膠的盆栽啊,大家明白我說什麼嗎?是盆栽啊,是膠的,是假的那些,盆栽啊,有了那個,怎麼說呢?有了那個盆的,那個很小很小的,我說,你在哪裡拿來的啊? 那她當然不肯說啦,也不敢說啦,我總覺得她是偷的,誰是白呢?如果發現了,沒有了那個盆栽呢?就來找我,我叫她賠錢給你,那好吧,她就,反正我是覺得怎樣,即是,你要計算過自己的背景啊,或者你看一下自己的戶口有多少個零,你才去計劃,去籌劃這件事,那當然啦,有些人覺得,喂,不是的,我可能我有30萬的,例如,我要將這30萬,我要放上去, 我要結婚那天,漂亮的,我要穿馬國明,湯樂文那套婚紗的,那你可以這樣做,但是你不要哭窮,之後你不要請幫助,不要叫其他人幫你,那就OK,是嗎?這個咯,大家知道我想說什麼,是嗎?知道後面還有什麼故事,大家聰明的自己猜一下,好那好吧,第二單,又差太遠了,我的小艇 那第二單呢,阿豬隊友呢,就很喜歡扮東西啦,要人讚啦,他就很喜歡Poll IG啦,那Poll IG,他就很care有幾個人like他,那我就覺得,按膠膠的,我說從來吃東西不會拍照,他就喜歡拍,拍完又要Poll來給誰看?給你的X看?又或者給其他無關緊要的人看?幾年都不見,那些所謂的朋友看?那有一條女呢,就每一次呢,都第一時間like她的相片,喂, 喂,大佬,豬隊友的那些相片,是不是?就是十隻手,不是十隻手,是十隻手指,剛剛好數得完的like數,一開始我沒有意義的,為什麼我會知道這件事呢?因為我發覺他跟我和阿豬仔在一起的時候,就是放假啦,有時剛好星期六日,放正的時候,出去玩的時候,他不斷按電話,我就說你有什麼那麼多事談呢?你可不可以focus到兒子那裡呢?你多一點交流呢? 我跟兒子,就是我最討厭的那樣東西,就是三個人,Doremi,就是豬隊友,豬仔和我,在一間餐廳吃東西的時候,是各自玩電話,這個是我最不想見到的,但是也都好像越來越多的場口,那我就說,不要這樣啦,是嗎?聊多一點,就算玩玩玩具也好,認字也好,怎樣也好,那他就原來被我發現到,是同一個女仔,同事, 跟一個女仔在那裡聊Facebook,Facebook message,那她就說,哎呀,對方是有男朋友的,有很多事情她是想跟我聊,我開解她,那我就說,come on, baby,拿來,拿過來,電話拿來我那我就看,哇,大哥,啊,你老闆啊,即是我本身呢,我就是不check電話的,但是我從來不會check男朋友的電話,之前那麼多個 我是她呢,我先check,因為我第一次,我已經被蛇咬過了,我認識了她大概一個多月,一個半月,她就發生過那宗,大女回家中出事件,那就好了,及後呢,我也有不定時地看一看的,那很快就沒有了,真的那麼多人看你的噁心電話嗎,那就沒有了,那我就拿來看看,那她跟那條女的message,是多到,她跟我和豬仔一起的family date,她是全日,non-stop,跟那條女兒聊天, 那我就問了,我說,你在公司跟她怎樣聊呢,我不知道,我亦無從得知,我亦不會顛到叫你剪掉了份工,或者轉工,那麻煩你尊重大家好不好,在兒子在旁邊的時候,你不要跟她這樣聊,還有,如果你想聊的話,你麻煩,你不要在我們旁邊,你欲到人不到,沒有意思,你要聊的,你和她去Starbuck也好,去維基也好,聊夠飽她,即是這些東西你要,不要在我們旁邊,你不要在我們旁邊,你欲到人不到,沒有意思,你要聊的,你和她去Starbuck也好,去維基也好,聊夠飽她,即是這些東西你要, 在那邊覺得,我陪你們了,你還想怎樣,喂,大家做有小朋友的知道我說什麼,應該,如果你想陪兒子的,麻煩你真是有quality time,不是,喂,那個人坐在旁邊,但是你的電話和心在,和另外一條女兒在cheat check的,她說,哎呀不是呀,我們沒事的,喂,我告訴你有沒有東西,你已經過了我的底線了,你的message是多到,即是多過白韻琴,盡數心中情,你什麼情,艱情,友情,愛情,親情, 什麼情都已經過了,如果你再這樣談話,我真的只能夠掃說,我對你的愛國之情,送你回大陸,那就好了,這兩件事之後,有很多,其他有些細小的事,我都不講的了,即是我就想表達給所謂男性朋友,或者男性聽眾,至女性,女人,人妻,女朋友的overreact,一定是我之前,在你這個男人身上,那一個屎,我才知道, 我才會覺得那隻鞋頂止,如果不是的,郭富城一來就紅袋鞭,是吧,一五五的,或者一五零的,那他當然不會覺得,喂,是吧,那麼高的你,然後紅袋林當然不會覺得,我為了你不穿高跟鞋,你還在勾搗不認我,你老幾呀,矮仔,放你跑不快啦,不會這樣,一定是之前有些矛盾,才會惡化,令到後來大家的關係會那麼差,那就好了,我說了太多廢話,也太遠了, 那我就說回這件事,我就問他,我說如果是你的兄弟姊妹跌下海,你會不會救呢,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想問,一個五十七歲的女人,五十五歲的女人,為什麼是一個五十七和六十一個哥哥去救她,而她二十九和二十七精壯那兩個女人呢,如果你告訴我,你兩個不懂游泳,我就沒有聲出,但是如果你兩個是懂游泳的那個你老母來的,那你會不會有些暗糕, 而你遇下你的人生,你會不會面對自己呢,我就一早跟豬隊友都打過聲氣了,我說如果發生了事情,發生了一些很危及生命的意外,那我就一定是,如果個案子是跟他父母出去,我就一定是看著兒子,他就要救他父母,反之亦然,如果是另外一個搭配的,他就一定要看著豬仔, 我就一定會去救我父母,沒有如果,沒有意外,即是說那些什麼,港燈,船爛事件,說這些很extreme的case,那你說,喂,二十七和二十九,三十歲,運動員都沒有退役啦,你不要說你沒有姑姑,你就不跳下海啦,喂,那個我老母來的,我怎麼都要跳下海啦,雖然我知道海,稀山莫稀水, 我唯一一次,就是剛剛認識的豬隊友,還沒發現他偷吃的事件的時候,他船P,船P又有故事的大家,那好吧,我就第一次船P,我是那些會游泳,但是我是很易水不平衡的那些,就在那個船上面浮一下浮一下,我頂不住,我就跳到水泡, 那我水泡,當然我會游泳,跳到水泡,因為我要遠離那艘船,太過暈了,我想吐,但是海水是冷的,即是夏天,六月,我都是冷到整個人是紫色,紅色,後來我頂不住,頂你的肺,我是游去對岸,我看到那個岸,不是上陸地的岸,我是游去,我眼見到最近那個島,我是游去,我眼見到最近那個島,我是游了上去之後, 那時候,豬隊友叫我這麼久都不回來,他就叫了船家,接了我走,那時候,我本來不是想著這麼繳錢,真人招是繳錢,我沒有想著他這樣為我提早走,我是覺得,哎呀,頂不住了,我自己會游泳,我游去那個島那裡,我是坐到你們走,我才游過來,我是想著這樣的,當然,在游去島之前,我還沒消耗體力那時候,我有一刻,我見到白炸,我見到那些白炸,我當然是, 就是,沒被人炸過,知道他什麼了,我就立刻,硬硬硬硬,想著游快一點,避開去,在那個時刻,是有那些急流的浪仔,蓋過來,蓋過我去白炸那裡,我就以為自己,非被屍托勢,想著反方向游,那一刻,我就真的感覺到,什麼叫稀山莫稀碎,我自命自己,是可以在泳池,玩鬼吻腳的,就是我可以不戴任何鏡,任何眼罩, 我可以在泳池,我就可以潛下去,捉人家一腳,去玩人家的,自命自己,泳術都不差,但是在那個時刻,在那個浪蓋過來的時候,你想反方向而行的時候,人是真的很渺小,我掙扎了大概一分鐘,我已經感覺到自己的體力是斷崖式的向下,完全是覺得不可抗,還有我游不到我想去的距離,遠度, 是被浪拍到一個,他想我去哪裡就去哪裡的方向,所以你說,你說怎樣,那個浪扯了那個女人下去,而這兩個男人,五十七和六十一,大家都知道,都不是姓壯年,你說他兩個,有一個游得上岸自己,都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所以有時候,你說這些case,當然啦,如果你沒有人下去救,大家,可能, 可能,那個女兒呢,會不會到時候,喂,為什麼你,是不是,男人老狗,你不救我媽媽,喂,分分鐘,這些親戚就是這樣,沒有親戚做的啦,好像之前有個小朋友,是不是,在那些,沒有裝鐵欄的窗花那裡,掉了到街上,他有人來個親戚家玩,那你覺得還有沒有親戚做呢,大家以後就沒有親戚做的啦,喂,為什麼你,我去你家玩,你不看著我的兒子,又或者,喂,你兒子來我家玩,你不看著你的兒子,搞到我家變空窄,這些就是沒有fans做的case,那好吧, 好,船P就發生什麼事呢,一開始我就不知道那些什麼人,什麼fans,我只認識G隊友,剛剛拍拖一個月左右,跟他去船P,那好吧,其中有一條女兒,那條女兒我就不會是無緣無故起降的,我都是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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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邊有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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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當時樣子比你還好,我不明白什麼叫這款 後來原來在我這個嚴刑不逼供、冷水、電話寶、胸口的嚴刑逼供敲問下 豬隊友終於說原來他打算跟這女兒開記錄 只不過與此同時他認識我,就沒有跟這女兒的記錄開得成 但也等於電腦系統製作了一個記錄,但還沒有填製 我就明白為什麼對家這麼有敵意 好了,分享了這兩單這麼悲傷的內地人在香港出事的新聞 大家只能夠說一句,不要再盲目打危險卡 就算你香港人都出事,香港人那些什麼,還有一單 差點忘了說,好像之前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單好像一個男人又是五十多歲,都不是說年輕的了 我不管他退休也好,有閒錢也好 在暴雨還是黑雨的情況下,走去飛鵝山行山 然後消失了,失聯,要飛鵝服務隊和救援人員和消防 和急救的義工團隊去救他 最後找了一整天多才找到他 好像那個人就沒有死 那我就想問,我們去內地,我們去深圳,去哪裏,去東莞好 都不會盲目地,除了山姆和Costco 都不會盲目地去一些很危險的地方打卡 你說,如果香港沒有東西好走,迪士尼,海洋公園 又是看那隻老鼠,我不想走 那你就去那些,去那些什麼,中樓可以嗎? 坐那些渡海小輪可以嗎? 不要去那些危險的地方 當然他們覺得自己體力處理不覺得危險 但是我也是推崇一個說法就是 麻煩,如果是因為你們的過失 而令到香港政府額外花多錢的 急症室,飛鵝服務隊的費用 以及消防的費用 可不可以,無論是內地人還是香港人 一事同仁,你埋回這條數 你不要搞到政府那些,說沒錢了 政府,陳茂波,拋爆頭,拋爆袋 都想不到在哪裡可以賺多些錢 又去蒸那些什麼垃圾費 又捉人家過馬路,這些什麼 抄牌,我明明那個篤尿都沒擠到一半 我外面的車已經被人抄了 這些是很愚蠢的,你幫不幫到你 你弄那麼多的燒賣魚蛋,夜經濟,夜繽紛都好 幫不了,你的事就繼續想 陳茂波真的想想他 如果他沒資料,麻煩下台別的照片 唉,真是說氣都醜 好了,今集完了 大家不要誘惑我overreact 如果你們覺得overreact的,麻煩 列出你的理據來,不服來變 好了,我又是時候看看這個ViuTV 柳爺最終的身影 有很多人說柳志剛是黃絲,活該 什麼政治立場都好,我覺得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你說是不是藍色一定錯了,黃色一定錯了 我覺得不是,你是要看case by case 不是說什麼顏色就一定錯了 我只是覺得,如果中國大陸或者香港政府不是這樣 那黃絲,所謂的黃人,所謂的廢青 怎麼會這樣呢 每件事都一定有他的原因 就好像mirror time 那些人說,你一個一個,十二個人讀訊很感人,很感性 這五年to mirror,我屠你老鼠 差點又說髒話 我屠你,阿Mo是怎樣 阿Mo是最慘的一個,你們down 就是所有事情有因都有果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討厭mirror,覺得他們很良薄 這間公司,和他們無料 當然是因為你有很多事情,根本是不需要努力 已經是做到四大天王,薩拉的光輝 好像還在永恆下去 人家就覺得有這個,異起,異見的聲音 覺得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好了,拜拜,說到這裡了,再見